今天我們要來拼譯 蘇格登的F卡系列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魯丹拼酒,我是魯丹 講到台灣的熱炒店裡面最常見的單一賣威士忌,你會想到哪一支? 以魯丹來說呢,在魯丹的印象當中,幾乎每一家熱炒店都有我們的蘇格登 那大家對它熟悉的程度呢,除了它那非常漂亮的酒質,以及非常高的能見度以外 我想應該就是它名字的諧音了吧 蘇格登,四個登,蘇格登,四個登,一個登,兩個登,三個登,四個登,蘇格登 蘇格登這個品牌下面呢,其實有三間蒸六場 分別是我們的Glan Old,Glan Duolant,以及我們的Dufftown Dufftown其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達夫鎮 不對,這邊魯丹糾正一下大家 不能唸達夫鎮,根據我們鎮長的說法呢,必須要唸德夫鎮 那雖然蘇格登旗下有三間酒廠去分別供應給不同地區 不過呢,在魯丹的印象當中,他們其實是帶有共同的特性的 在魯丹印象當中,蘇格登給我的印象就是 豐富的花香,然後甜美的果香 然後甚至帶有一點點森林的氣息在裡面 好,那廢話不多說,今天時間有限,我們要拼有三支酒 分別是我們的蘇格登15年,來自我們Glan Old的酒廠 那第二支呢,是我們蘇格登的17年元酒 也是我們2020年的SR系列 那第三支來頭更大的是我們2019年的SR系列 那究竟什麼是SR系列呢? 等一下魯丹品影的時候會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那總而言之呢,我們今天要拼你的這三支酒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東西啊 那究竟他們詳細拼的情況怎麼樣? 就讓我們來喝喝看吧! 那第一支我們要來喝的就是蘇格登15年啦 這支蘇格登15年呢,是我們的亞洲版 所以它是來自我們的Glan Old酒廠 這間酒廠呢,它其實是來自於我們 蘇格蘭的黑島地區齁 那黑島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島嶼 它是一個三面環海的半島 那為什麼叫做黑島? 是因為它上面的土壤非常特別 是黑色的,非常的豐富 非常適合種植我們的農作物啊 像是大麥啊,古物之類的 所以呢,在這麼富含養分的土壤上面 擁有一間優良的蒸餾廠 其實應該非常能夠理解吧 那這支蘇格登15年應該算是蘇格登亞洲版裡面 非常經典的一支酒款 它使用了歐洲橡木桶跟美洲橡木桶 來帶出它非常漂亮的層次 而且呢,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蘇格登的酒 那就是一個字 哇 為什麼說是慢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威士忌需要把麥芽 經過發酵跟蒸餾兩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那他們的發酵時間就是別人一般發酵時間的兩倍 那為了是什麼? 為了除了我們的糖分轉化成酒精以外呢 也讓更多的乳酸菌有時間去合成更多漂亮的風味物質 而帶出酒裡面非常漂亮的那些莓果啊,水果之類的香氣 那他們的蒸餾時間呢,蒸餾速率也非常的緩慢 為了呢,就是讓相同大小的蒸餾器裡面 能夠有更多更多的銅對化 讓酒液跟我們的酒蒸器在裡面存留更長的時間 更多的銅對化呢,帶出來的酒體會更加的細緻更加的乾淨 那因為這個慢的製程呢 讓我們的蘇格登擁有非常細緻非常漂亮的那些花香啊 以及水果香氣 好,那講這麼多,滷蛋都口渴了 那現在讓我們開始喝我們的第一支酒吧 它聞起來非常的柔和 而且有非常漂亮的那種莓果香氣在裡面 很像新鮮的草莓啊,覆盆莓那種 帶有一點點酸酸甜甜的味道 那中下層的香氣呢 帶有一些熟透的香蕉的香氣啊 然後呢,還有一點點的餅乾的味道 然後你仔細去聞它的上層的地方 其實會有非常漂亮的花香在上面 上層往下聞一點點呢 可以聞到一個非常漂亮的牛奶啊,奶油那種香氣 整體而言,我覺得它中層跟下層的香氣 如果混合起來 確實是有一點點水果牛奶的味道喔 好啦,我們來喝喝看吧 它的口感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滑順 其實作為一隻40%的粉紅 我們這些老頭們最怕遇到的就是 酒喝起來水水的 可是這隻酒不會齁 它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滑順 它入口之後呢,你完全不會覺得嘴巴有任何負擔 然後也不會有任何的水感 香氣的表現上面呢,反而是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酒體在口中裡面呢 算是非常的油潤的 那下去非常漂亮的花香在你的鼻腔裡面綻放 那一些莓果的香氣啊 那剛剛提到一些波本雕性的 像是香蕉的味道啊 就在嘴巴裡面出現 在委員的地方呢 你會覺得整個口香非常漂亮的 麥芽香氣在裡面綻放口感 我覺得這隻酒呢 它是一隻非常細緻的酒 如果說我們把它拿來搭餐 固然可以齁 因為它的酒體並不會說 非常強壯啊 味道非常濃烈的去強壯我們菜色的味道 那因為這樣子的特性 蘇格登在各大瓶飲啊 或者是搭餐的場合 非常常常被拿來做搭餐使用 那它尾韻的時候呢 那個麥芽香氣 像是餅乾一樣非常漂亮 雖然說蘇格登常常被拿來搭餐 不過我覺得齁 你如果有時間 靜下來晚上倒一杯 細細的瓶飲飲 感受它的花香 它的果香 然後還有麥芽香氣 那種層次風味的表現 我真的覺得 它也是非常適合拿來做細細瓶飲飲的一隻酒款 好了我們剛剛飲飲完 我們的蘇格登15年40% 算是我們的核心酒款 就是我們俗稱的浦飲款 那接下來 魯丹要來評音 我們的蘇格登17年 跟蘇格登18年 這兩隻呢 都是原酒 而且呢是限量酒款 那我們這隻蘇格登17年呢 是來自我們的達夫鎮酒廠 就是我們前面有提到 其實它是專攻於我們歐洲的一間酒廠 那在2020年呢 我們蒂亞奇 有特別把達夫鎮的酒呢 拿來做我們蘇格登的SR系列 那這間達夫鎮呢 也是我們俗稱達夫鎮 不對 再次更正 我們的鎮長說 要叫它德夫鎮 我們這間德夫鎮酒廠呢 它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 SpaceSide地區 它非常有趣的是 它的前身 在它成為威士忌蒸餾廠之前 它前身其實是一間魔賣廠 那是因為後來這些魔賣廠被收購之後 改建成威士忌蒸餾廠 那到最後呢 又成為了我們蒂亞吉歐集團的一份子 所以呢 其實算是蠻有趣的 許多酒廠其實在做酒之前 都有它非常好玩的一個身份在 那Dufftown後來呢 它的酒其實作為Single Mode 的數量其實不算非常多 它產量非常大 可是它的Single Mode的出產量其實不算高 因為它大部分的酒都被拿去做調和威士忌 那做哪一支調和威士忌呢 其實它是我們BIOS威士忌非常重要的一個原酒 那在台灣BIOS威士忌可能沒什麼人聽過 不過呢 如果我們把蘇格蘭威士忌的銷量拉出來一看 BIOS威士忌其實是我們 蘇格蘭當地銷售量最高的一支調和式威士忌 那我們這支Dufftown的酒呢 它一樣是經過我們長時間緩慢發酵的 所以呢 它一樣能夠帶出非常漂亮的那種果香啊 莓果的香氣 那這一切呢 都要歸功於我們慢速發酵當中那些 乳酸菌所帶出來的香氣 好 那現在我們來喝喝看吧 我覺得這支酒聞起來呢 老實講它的 刺激性會稍微比上一支高一點點 不過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它的花香還更加的明顯 然後它的牛奶的那種香氣也比上一支更明顯 這聞起來就像是在聞一個水果口味的奶油糖那樣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棒 那中下層有非常漂亮的像是草莓一樣的香氣 那種草莓香氣呢 其實並不是新鮮草莓 也不是草莓醬 它反而是有點像是我們草莓口味的奶油糖那樣 然後最下層還帶一點點的青草調色 我們來喝喝看吧 非常厲害 我覺得這酒非常的厲害 開始一入口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點青草的調性 隨後呢 水果的風味非常漂亮的 我們你的鼻箱已經style 一個 兩個 三個 逐漸的齁 就把我們的鼻箱給塞滿整個是非常漂亮的水果香氣 那個畫面像是我們什麼 水果香氣塞滿你鼻箱之後呢 裡面開始流出一些奶油啊 牛奶的那種香氣 非常的舒服非常漂亮 到尾韻的時候呢 麥芽的香氣在你口中直接炸開來 那層次表現真的是非常的驚豔 而且我們這支蘇格登的17眼圓酒呢 它酒精濃度是55.1% 它的酒精濃度雖然非常的高 可是呢喝起來卻是意外的順口 那你說它會不會有油膩感 其實還好 我覺得它 油潤度算是中等 那可是呢 它喝下去真的是異常的順口 而且 喝完之後它蛇根這邊會回甘 非常的漂亮 有點像是我們在喝那種 綠茶啊 青茶啊 那種甜甜的味道 然後會回甘那種感覺 有機會我覺得我也要來找找找看 這支還有沒有得買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評你第三支 就是我們蘇格登2019年的SR原酒 那我們的第三支18年SR原酒 其實跟我們第一支一樣 我們的蘇格登15年這一支一樣 是來自我們的Glan Old酒廠 那前面魯蛋沒有提到 這邊魯蛋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是SR酒廠 為什麼前面還有2020年跟2019年 SR呢其實是蒂雅吉歐裡面 一個年度系列 那這些原酒的內容呢 可能會有包含到DRGO旗下的一些酒廠 像是Tysker啊 Katoo啊 或者是我們的Skilton 那因為這些特殊酒款呢 它都是一些非常特別的限量酒款 所以呢它的英文裡面都會有 Special Release 那我們這些評寄者呢 因為Special Release有點饒吼 所以我們直接稱它為SR系列 我們今天喝的17年跟18年呢 就是我們的SR系列 那也因為它是每年的限量酒款 所以它除了是我們一般評寧者 一些老饕們 每年一定要去朝聖的系列以外 它也是許多威士忌收藏家們 每年一定要去追隨一下入手的一個系列 好那現在我們要來評評我們的第三十酒款 就是我們蘇格登的18年原酒 也是我們2019年SR系列的酒款 這一支的奶香就沒有前面兩支那麼重 它就是非常清楚非常漂亮的那種花香 有點那種白花香氣 然後帶有一點點森林那種清潮氣息 它水果的味道也比較清新一點點 有點像是梨子啊水梨啊那種味道 下沉的地方呢帶有一點點那種米質 有點像我們那個紅肉梨那種味道 然後最下沉的地方呢是非常漂亮的蜜香 那種蜂蜜啊那種百花蜜啊花蜜那種香氣 好我們來喝喝看吧 它酒底非常的油潤非常的柔和 它酒精濃度是55% 它雖然是55% 可是它喝起來的順口程度呢 我覺得是非常的舒服的 它完全不會讓你有刺激感 讓你有辣感 我覺得就算是不常喝威士忌的朋友們 或者是不常喝原酒的朋友們 對於這支酒的適口性應該也是非常的標 它入口的時候呢是非常漂亮 然後梨子的香氣啊然後蜜香啊 然後中後段帶有一點點的木質丹寧那種調性 整體有點是非常清爽的一支酒款 可是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漂亮然後層次也非常的明顯 瑋浴呢就是非常濃郁非常漂亮的那些花香 這個花香濃郁到有點像是香水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把這支酒拿來做成香水 這個調性應該會蠻受大家喜歡的 我必須要說 後面這兩支其實有點顛覆我對蘇格登過去的觀念 畢竟蘇格登這個品牌 在大部分大家接觸的環境 可能都是一些餐酒搭的場合 那對它的印象可能就是 它很順口然後喝起來有點甜甜的 然後呢有點香香的就這樣而已 可是呢 我們很少很仔細的去拼飲蘇格登這個品牌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呢 也可以像滷蛋這樣子 靜下來然後挑一個比較有空的晚上 那我們就倒一杯蘇格登 用蚊香杯好好去聞它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非常細緻的 然後呢非常的優雅的一支酒款 那它的層次表現也非常的豐富 那其實我覺得不只是蘇格登 有許多我們很常在喝的威士忌 一些普音款啊 或者是我們比較容易接觸的一些品牌 像是Johnny Walker這類的 可能我們平常在喝都是大威杯加冰塊在喝 那可能我們對它的認識就是非常的表面 那如果有機會呢 我們就用蚊香杯 好好的細細的去拼飲它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這些酒款除了順 除了甜 那香香的以外呢 它可以有更多的豐富的表現 那其實今天呢 我們拼飲的這兩支圓酒 SR系列圓酒呢 也讓我非常的驚豔 我沒想到蘇格登其實可以 香氣很濃郁到這個程度 可能是因為我們比較少接觸到它的圓酒的團體 所以魯蛋也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一定要試試看我們這個系列的蘇格登園酒 這支2020年的SR系列 它有非常豐富的花香 還有果香奶香料性 那我們這支2019年的 可能相對比較難找啦 不過如果在一些酒吧或者是有朋友開分享品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跟單一下 去試一下 它的那個非常濃郁非常漂亮的蜜香 然後那種清甜的感覺 然後搭配它的花香濃郁的花香效性 我也覺得是非常令你驚豔的質感 那這支15年不用說 不管是要四溪平穎或者是要大餐 我覺得都是非常優質的選擇 好那以上是魯蛋開箱這三支 我們的蘇格登15年 以及我們蘇格登SR2020年的 還有我們蘇格登2019年的SR圓酒 17年圓酒跟18年圓酒 那在這邊魯蛋也要感謝我們的地雅其肉集團 當我們這支的乾爹 要不然我們檯面上看到這三支酒 要買起來雖然單支看起來都不算貴 不過如果一直要買這三支起來 也是對於我們這種小小創作者 也是有點負擔 所以還是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我們的地雅其肉集團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幫忙點贊也分享 喜歡還有多個歡迎 到我朋友們的觀望 喜歡他的第一支影片 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看到我們啦 Delta之後 學會的角色 advers者 第四支毛 戰手 到底下